中文字幕志愿者 刚才我看检查非常远 肯定要撤了这次 辛辛苦苦咱们的家也就走了 25号乌克兰的早晨 没有炮声 也没有落下来的炮弹 俄军只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设施 所以对军民区啊 城市里面啊 没有破坏 也没有大兵进来 这面也是 周博乌克兰基辅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研究生 这段视频拍摄后的第三天 他就接到了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的撤离通知 同样在基辅留学的研究生王明靖 也感受到了战争的临近 真的是那种炮火连车就跟放鞭炮似的那种感觉 真的没想到它是一场战争 是会伤害人性命的 对 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一直是非常和平的 我不认为它还有存在战争的这种风险 导弹光光的 从床正能震起来 你说这种你经历过吗 谁知道这个城市沦陷还是能挺住 还死多少人 没有打完 我已经想到了死 什么怎么安排啊 我这点钱放哪儿呢 我就已经都抱着了 因为随时就 如果真打起地面战 我知道这场战争 一直做有什么都做 马克希姆·李 59岁 祖籍辽宁 现居乌克兰南方城市奥德萨 是一名在当地生活了28年的老华侨 妻子是乌克兰人 两人育有一双儿女 一打仗我说走 那嘴撇的 那还是 你啥也不懂 我跟你说 有时候真的不能听你 现在哭鸡尿嚎的 就是吓着多走 现在到这个份上 摩尔多巴 离我们40多公里 有三条路 刚才我看检查非常严 与此同时 在基辅做房屋中介的王晴 也正为撤离作者准备 很意外 就是因为没想到 他会真的说是 说让基辅居民全都撤离 发动那种全面性的战争 一开始以为就只是说 对军事目标进行打击 然后谈判 结果28号谈判 看见第一轮谈判的时候 就是都没谈拢 然后我就觉得 肯定要撤了这次 开战后的第五天 王晴和十几名华人一起 驾驶两辆车从基辅出发 准备前往波兰边境 然而上路没多久 他们的车就爆胎了 爆胎的时候 看见了那个 被炸碎的装甲车上面 有那个人的残骸 一只脚 还有肚子 还有反正就很血腥嘛 然后我们换胎的时候 旁边都是枪林干雨的 然后又往前看 和我们距离两三公里吧 就是看是 看是不怎么能看见的 就是但是你可以听 看见前面火光 然后耗在响着火光 然后觉得那个子弹 就在头顶上飞那样 换好备胎 王晴一行在枪林弹雨中穿行 天刚擦黑时 车辆再次爆胎 他们只能躲进一座 废弃的服务区 我们一车人就在那个 路边的一个费旧的服务区里 待了有 就是待了一晚上吧 反正就是当天晚上 就是有那种武装直升机 在头上来会飞 然后我们就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不敢有灯光 旁边可以听见坦克 开过去的声音 又听见那个坦克的炮响 就是一直听了异情 你好 你好 一会儿就出发了 现在到摩尔多瓦走 因为这个地方是离我们最近的 如果顺利的话 到摩尔多瓦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现在是非常时期 一个小时不到 但是你要堵车 你像那哪泊那边 我的朋友堵了三天 您这个家庭一共是几个人走 媳妇带了孩子 我这个朋友是夫妻带三个孩子 总共是四个家庭一起走是吧 对对对 都在车里 这边才零上神度 还下着小雨 那么那两个亮灯的车 天还没有完全亮是吧 现在 那马上就 家庭站非常好 还有雨 3月2日 马克西姆里一家和乌克兰当地的三个家庭 决定结伴撤离奥德萨 前往邻国摩尔多瓦 临行前 他安置了乌克兰当地的雇员 我有三个小工厂嘛 他们也走不了 那我说你搁这呆子 不要吃喝喝 我是做食品的 我做的食品厂 有饺子 有豆制品 有肉制品 就是全中国食品 然后大冰箱满满的 我说你们就搁这呆子 我又一人给他扔了一万格力 就是都给扔下了 我说你们缺钱了 回头 因为我在奥德萨 还有很多中国人不走 我都供他们货 原来吧 这个地方有很多 买卖为群 有老乡群 等等 但是就是比较松散 但就这几天 建立了很多群 学生群 还有是波兰 波兰 罗马尼亚 就是这些商会 都给我们 就是这几天又报了 他们就说 我们接待 非常 这个华人呢 以前不知道 现在突然感觉很团企 非常 他们有些呢 把自己家呢 就地下室就腾出来了 就可以过了 你们免费的 我没有背了 你们自己背这背呀 吃的反正那么回事吧 就不要钱 已经有了 有 然后更多的呢 是有车 还能装几个大伙 冰着钱呢 就是就往那拿走 我刚才看到使馆呢 就是把奥德萨的学生 组织了十几台车 往摩尔多拉走 像我们这些老头就无所谓了 自己东门西跑是靠命了 而这些学生呢 赶紧就使馆呢 组织起来 赶紧给他们都撤出去 撤出战区去 马克西姆李 原名李明 1994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 帮人运送一批货物到乌克兰 从此在异国扎根 年轻啊 二多岁那练健美的 尤其那热情高涨 一看去到国外 你知道就是他们的女人特别漂亮 高兴坏了 一落地货也卖没了 拿了一大把美元 那你还能走吗 那些利益什么样的 基辅那房子 两居时八千到一万美元 你可以买一百套 现在房价涨了 原来一万美元 现在是五万美元左右 原来已经达到十二三万美元 就是四头猪都能发财 你买个房子你都能发财 你在这就做些什么什么东西 没有竞争 你知道真正做买卖 任何东西都是同行竞争 而你在乌克兰 你几乎就永远是独一份 你开袜子厂 你开手套厂 你开就像我开食品厂 你开任何工厂 你都是独一份 经过近三十年的打拼 李明在乌克兰拥有了三家工厂 还和当地的女孩结婚 生了一双儿女 然而战争的爆发 彻底改变了一家人 平静富足的生活 我感觉我来这么多年 辛辛苦苦建了两三个小工厂 这有一个刚建完 花了不到二十万美元 十几万美元 只要打到这儿了 然后你看车 房子 就整个打没了 我就归零了 像我们没有大富大贵 它就是平平稳稳的 就是这么点东西 打完了 你想再恢复 没人管你 只能靠自己 现在就是一个保命 为什么要打呀 为什么 跟我说为什么 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 为什么 好好的 你大邻居 你想干什么 我就会费在城市里 就找不出答案 就到此时此刻 大会人问为什么 这个现在新出发 至于说 什么时候能回来 或者是这个家还有吗 不确定了 乱七八糟走了 也许还能回来 辛辛苦苦咱们的家 也就走了 开始出发了 四个家庭 先奔莫尔多 再奔罗马尼亚 现在在家认 等着集合呢 现在已经开始出发了 你说 大叔你好 你们现在是开车 已经在路上了是吗 对 已经出城了 现在往马尔多 马尔还走 一切顺利吗 有几个检查证 检查证没有遇到什么阻力的 没有 他们就是一种 因为我们这种家庭 就一手台这行李啥 都是投难 看一眼一说话就知道 现在离那个 马尔多瓦有多远啊还 有二三十公里了 快到了 就气氛特别紧张 就是暂时状态 爱人孩子也在车上吗 都在车上 都在车上 孩子会说中文吗 一点点吧 睡觉 然而就在即将出境的一处关卡 马克希姆里 却被乌克兰军警拦了下来 这个地方呢 男的呢 他有四八岁到六十岁 已经不许走了 已经放弃了 我已经下来了 我叫我洗头 我说你们走吧 媳妇开车又哭又闹的 就 人家那边说 那边警 那个警察 你是整个全回去 还是你们往前走 后来我说我下车吧 边境那些军警 一个个铁面武士 就我已经放弃了 我说叫孩子 我说你们走吧 由于已经加入乌克兰国籍 又未满六十岁 马克希姆里 被拦在了出境的关卡 很多和他一样的 乌克兰成年男性 在撤离战区时 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形 我们在离境的时候 那边就是排的最必要 不是排的场 是前面有一个乌克兰的 一个三十多岁的 一个男性嘛 他带着他的三个孩子 和他妻子嘛 一块儿撤离 但是 附近的那个关口 不让他走 因为乌克兰有规定 就是十六到六十多岁的 那个男性 是不离境的 他就一直给那个关口的人员 鞠躬说自己有三个孩子 然后他妻子 没有办法照顾他们 然后很困难嘛 然后就希望他能出去 但是关口的人 就还是拒绝了 但是看得还挺揪心的 当时还 当时心里还庆幸自己是外国人 要是本国人的话 你走都走不了 然后我们在那个难民营里 看见的也都是 女性偏多吧 男性都是些 都是老人 三月二日 在基辅做房屋中介的王晴 和十几名华人一起 驱车两天 成功到达波兰 战争开始后 与乌克兰接壤的波兰 摩尔多瓦 罗马尼亚等国 成为平民躲避战乱的目的地 在基辅柴科夫斯基 音乐学院留学的周伯 也被中国大使馆安排的车辆 送到了罗马尼亚的一处安置点 有这个泡沫店 然后大家临时一起睡吧 就类似于家里那种 那个拼装的那种泡沫 哦 好的 分发被入 然后您所在的这个安置点 一共安置了大概多少 就是华人啊 我这边差不多有三十多个 四千前吧 差不多 大使馆开始派车 组织有序的撤离 给留学生打电话 接到电话的就陆续都撤了 那你们是属于 跟着大使馆的车撤出来的 对吧 对对对 哦 你们是一起撤出来的是 一共多少人 我们这一批两百多人 一路都很安全 而且在每个边境 都会有各国的人员 分发食物 水 这一路上 乌克兰境内有很多关卡 但是没有那个枪炮声了已经 这几天已经停了 而且每个边境呢 各国人民都是非常的热情 友好 所以这一路过来都是非常顺利的 在乌克兰的时候 每天都会视频 看一下街上啊 或者街面上的情况 也没有炮火或者大兵啊什么 很少 所以家里还是比较放心的 而且跟着大使馆出来之后 这个安全就更不用担心了 安全是有保障的 战争爆发后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便开始组织在乌华人 撤离到邻国的安全区域 与此同时 很多华人华侨也在积极配合 撤离工作 我们就是他呼吁 其实呼吁有能力的自行撤离 是为了给大使馆减少一些负担 就是我们想分流一下嘛 因为毕竟这样的话 不知道要多撤 我们这样大家都有能力的自己走 那么大使馆撤的就会越来越快 3月1日 在基辅格林埃尔音乐学院 读声乐专业的王明静 和几名同学一起 趁火车离开基辅 寻求出境机会 一开始是我们7个 然后又是11个 然后到现在14个 然后又是17个 都是留学生 然后但不是都认识的 就只是在路上可能碰到了 然后大家都一块跟着走 形成这样一个小队伍 现在的活动全都免费的 什么什么交通全都免费的 除了打车 坐上了那个去遛夫的车 之后 我们当时其实是 先让他们等地人上 然后就是没有座位 就只能站 然后其中有一个乌克兰当地人 然后他就让我坐下去了 然后我们有三个座位 三个女生的座位 就是男生女生都是 谁累的 谁去里面坐 谁冷的 谁去里面坐 这样子 然后这样坚持下来的10个小时 今天在火车上还有 就是看到很多景象 就让人感觉这个站 真的非常的无情 一个妈妈或一个孩子 然后那个孩子刚刚上火车 火车上升上的原则是 幼童和妇女优先 然后男子最后 看看能不能上得去 然后那个孩子在刚刚上去火车 就一直喊找爸爸什么的 还有就是两个情侣 然后那个女生先上了 然后就那个女生对那个 她的男朋友还什么 说了一句我爱你 然后亲吻了一下 然后那个女生走 那男生就留下来 还有就是一个 应该那个人不是武可兰当地人 应该是别的国家的 但是他在武可兰居住 然后他在火车上讲述 他发生的事情 就哭了嘛 然后同车相同的人都踏着 对 其实看来这种旁边非常有触动 乘火车到达利沃夫后 王明镜一行几番周折 终于搭上了一辆开往波兰的火车 并成功入境 凌晨12点钟 到了这里 然后就是取证件拿证件 然后大家互相帮忙 然后都很顺利 就是发放食品的地方 就是我们说的零原购 我们说的零原购 就是不用花钱嘛 它会分发给你食物 你们现在的食物和水 都是足够的吧 足够的足够的 现在这是免费放放食物 非常的热 对 我们这一路 这个信号都是很通畅的 都一直在报平安什么的 父母呢就是 感觉她24小时不睡觉一样 就是什么时候回个信息 她都能够再签 就一直等着你发信息 一直等着你回话 然后我爸爸会偷偷告诉我 就是说你妈妈 你因为你 就是几点几点没回消息 就是偷偷地哭自己 什么这种类型的话 其实我就听得非常难受 还不想让他们担心 但是也不知道能做点看 就在王明镜到达波兰后的一天 马克西姆里 也在一位好心的乌克兰军警帮助下 穿越边境到达摩尔多瓦 一家人住在当地的一所小旅馆内 这小房间就是 他那露天的 杨美家那有自己的采暖所设施 这个是比较贵的 一个55欧 一个小房间 刚8平方米 那个是我媳妇的车 我们开了一台 我家里还有几台车 就不管了 每个人这一个星期 没有睡好觉的 都是不睡觉 都是炮响了 导弹来了 就往防空洞里跑 谁也没睡好 现在就突然放肿了 人们都像瘫了一样 昨天一整天 16个 14个小时 没吃没喝 没上厕所 我想问一下 您后面有什么计划没有 一定回去建设我的家园呢 我在这儿 我也没有任何收入啊 我一分没有 花一分少一分呢 我不到 我挺多长时间 我也是乞丐的 我到旁边拿个帽子 去敲盆耀耀钱去了 我想临时先观望一下 如果可以回乌克兰的话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还是希望回到乌克兰 继续完成学业 继续去学习 回国的话 如果实在回不了乌克兰 那那个时候我才考虑回国 目前你们到了华沙了是吧 对 目前我们到华沙了 是投奔朋友呢 还是说自己找酒店住啊 现在 是这边商会 帮我们安排了一个酒店住 因为我们来之前 联系了这边的商会 浙江商会 他们具体做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对 欢 比如说来的时候 给我们安排一下这边的住宿嘛 因为我们也不是跟着使馆的车来的 我们是自己来的 就是说我们对这边也不熟悉 就是希望安排一下 就是一个住的地方 然后其他的 其实就是给我们找了一个地方 吃了点饭 然后早上起来我就出来了 您现在是去买一些生活用品是吧 对 买一些生活用品 然后因为我们出来的时候 都是精简行列 就带一些贴身的衣服 我就带了一个手提包 什么都扔了 我联系了这边的朋友 然后明天的时候 把我的材料给他一下 他要给我办一个当地的工签 然后我想是暂时也不回国吧 就是现在在这边待一段时间 现在大家都很兴奋 因为度过了这么一样的一个安全 到了一个安全区 大家都很兴奋 这都是同学们是吧 好的 好的 大家都挺好 我感觉 大家好 你们现在就是在等 现在室外很冷吗 对 室外很冷 他们女生进了一个红帐篷了 男生们在干嘛唱歌是吗 对 因为很冷 然后现在在那等 然后自己自乐 你走吧 想说 真是放松 我给你持久 记忆了成就 我陪你所有 都不能停留 我希望你 人也不能停留 就像你的温柔 无法挽留 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 你走吧 最好别回头